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李沁,生日快乐 愿你无事伴心弦,所念皆如愿 岛屿,今天是李沁的生日 在社交媒体上李沁简短的发文 心怀热爱,一路向前心 同时配上九宫格自己的美照 算是给粉丝们的福利了 被秋日里的亲亲治愈 今晚一定能做个美梦 忽而,他化作一团红 勇敢,热烈,无所畏惧 不断被冲刷着的岩石 在时光的精心雕琢下 展现着独一无二的美妙纹路 水流,从容不迫地向前方流淌 坦荡,湍急,永不回头 来到山川河流包裹的自然之境 如飞鸟般尽情舒展 享受大自然的美丽馈赠 见此情景 有网友表示李沁生日也太有仪式感了吧 白月光与红玫瑰的碰撞 山水掩映间宜然自得 清冷与炙热的无缝切换 将顶级色彩美学演绎到极致 祝沁生日快乐呀 回忆李沁的演绎生涯 大多数人想到的是那个在庆余年里的鸡腿姑娘 林婉儿 在剧中 李沁扮演的林婉儿性格活泼开朗 善良正直 虽然在庆余年中林婉儿的戏份并不多 但是她却凭着在庆余年林婉儿一角 深受观众喜爱 获得了鸡腿姑娘的称号 看她吃鸡腿这可爱的表情 谁会不喜欢呢 如此漂亮可爱的荧幕形象 真的是太爱了 李沁不仅可以出演灵动又可爱的林婉儿 她演的枯戏 眼睛里泛着泪花实在是太让人恋爱 在这一瞬间 李沁无声枯戏太感人 仅靠眼睛传递情绪 绝望破碎感仿佛一出屏幕 看了请君李沁对枯戏精湛的演技 让人一秒破防 不由地让人感叹 这堂里满是玻璃渣 太要命了 人生 陆瑶饰演刘巧珍 不仅如此 当角色需要时 她也能一秒钟扔掉偶像包袱 以最佳的妆容 全心全意地融入扮演的角色 虽然这部剧还没有上映 但光看李沁晒出的剧照 观众早已期待满满 楚桥传中她饰演的王国公主袁淳 被观众评价为不需要依靠妆 此时此刻最想说的就是 生日快乐 祝你开心快乐每一天 未来愿你继续在演艺的路上好好发光 做更好的自己 愿岁月带你温柔 同时 气影们也会一直伴你左右 陪你一起成长 因为你的每一个角色 都是你带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做你的粉丝 我很骄傲 你很优秀 带给我们很多优秀的作品 希望你以后要永远开心快乐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 满满的正能量 以后每年的今天我都会为你许愿 生日快乐我的女孩 读者朋友最喜欢李沁扮演的那个角色 在他生日想说哪些祝福